家属情绪激动 场面一触即发 这个群众看病进到医院里头 这个医院的救护车出不去 谁是谁非 谁对谁错 你在这儿真是永远一遍 下次永远一遍 第三方机构介入 能否化解难题 坏坏说 说明屈我做钱了 隔谐春风满洛阳 小区大事即将布置 2014年初夏 66岁的患者王某 因为慢壳 在洛阳某医院进行手术 术后4小时出现咳血等症状 后转到重症监护室 救治无效宣告死亡 家属不能接受 要求继续抢救 第二天上午8点放弃救治 尸体也停放在重症监护室 患者家属认为 医院方面在救治病人的过程中存在过错 导致病人死亡 应该对病人的死负有责任 而院方并不认为自己在治疗和手术过程中存在过错 不应当承担责任 双方争执不下 谁都不愿意退让 特别是病人家属情绪激动 对于前来劝解的卫生局的工作人员也不予理睬 当时出现以后 家属 亲戚到医院 堵门 摆花圈 拿横幅 然后在那搭地铺 就这样影响了医院的正常医疗环境 这个群众看病进到院里头 这个医院的救护车出不去 洛阳是政法委副书记游清逆感的现场 召集并主持医患双方沟通 安抚患方家属 听取院方对事件的意见和态度 想当时双方告知 解决矛盾的途径 及相关规定权利义务 由清丽 河南省洛阳市政法委副书记 洛阳市宗志办主任 他在调处专业性非常复杂的医患纠纷方面 具有非同一般的局面掌控能力和社会公信力 他指导并参与的河南省洛阳市医疗纠纷调解中心 从2012年成立至今 受理医疗纠纷案件612件 调解成功有612件 还有6件正在调解 可以说渐渐有着落 那么游清丽的到来 会平息医院里发生的这场风波吗 如果您听我说 那么说了 现在咱们就做的一碗就来协调 如果我说了 谁没有落实了 该谁负责的 明白吗 但是事情已经准备了 已经准备了 该谁负责的 明白吗 是吧 咱们已经说清楚了吗 你现在你不是说了吗 你现在不是报道这个地方来了 咱们做的一碗说 我那天都的地人都被我都给谁带一下了 对不对 我们到了老师 这边已经坐慢了 幻房这边已经坐慢了 我们走到对面的位置 刚坐下 幻房说 说我们屁股坐偏了 坐偏向了个医院 因为调解词 反正人民调解法 要是双方的屁股跟资源基础上的这个条件 那么说院方你首先要进行人民的屁股 你在这个真正的部门一步 下次因为问题 作为幻房 我们将 要将相应的 解决的这个纠纷的法律法规 你比如说时间 这个司法检定 这些情况说 这个周期比较长 老百姓也不愿意 那你不愿意这么做 那就按照人民条件 人民条件短平完 这样做 这个幻房充分地沟通 充分地尊重他们的意见 直到晚上八点 在调解中心不断的劝解下 双方才初步达成调解意向 家属将尸体移送到太平间 决定第二天进行第二轮谈判 但是第二天约好的再次谈判 医院方并没有人出面 这再次激怒了患方家属 四日早晨 患方家属围堵了医院大门 当天中午 公安部门排除现场违法行为 双方再次进行沟通 家属要求进行专家论证 对这起医疗纠纷进行分析 为解决医患纠纷调除工作中 医患双方争议的专业问题 洛阳市医条中心建立了 法律专家库和医学专家库 出现医疗纠纷 患者可以随意调选信任的专家 前来论证 为妥善解决医患纠纷提供了依据 一周后 医疗中心工作人员 把医患双方请到调解中心来 做着专家论证会 现场反馈意见 但是双方因为赔偿问题 迟迟无法达成共识 患者家属情绪再次失控 但在日常工作中间 我们要求这个 咱们这个调解人员 这带群众要热气 要认认地听起群众的诉求 要让群众把话说完 不然把他心意无乱气 他放不出来 他不舒服 这样他放出来了 我们又针对心 来给他提出计论问题的方式 最终 在调解中心工作人员 反复的调解下 医患双方终于达成协议 事后患者家属 又专门赶往医条中心 表达了协议 调解完之后 家里的兄弟子文们 也都一个个很合福气 当时是没有想到 游书记会亲自来 而且全程参与调解好几天 调解了结果 家里头都很满意 也很感激 三年谁调解我都比较满意 那时候我要是接触这 要接触之后 这个人医疗发生 我就主张他去他医疗部 这条路去做个大陆协调 这是比较坚敬的 群众感觉到我们这个机制 确实不能用 不许让他去 请什么一闹来这残忽 这样就说是 也对我们整个医疗市场 以及社会环境的稳定 都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洛阳了 我们运行这几年探索 并总结了这一套 行之有效的机制 和锻造了一个好的队伍 我们说 我们以局部 以小环境 来促进大的环境 盖上 这样才能使我们 这个医疗区分 在这个法治的轨道里面 有序力运转 全国有很多地方 都到我们这儿 也学习参观 也都做了一些经验交流 都认为我们目前的机制 是行最有效的 对于尤清利来说 遇到类似的医患纠纷 不在少数 有些是造成了群体性事件 他必须做应急性处理 更多的则是当事人上门 寻求他的帮助 很多群众 很多群众遇到了困难 而自己又不知道 应该通过什么途径诉求 通过什么办法 才能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每逢这时 多半会有热心人 推荐他们去找尤清利 大伙觉得尤清利 没有关架子 办事热心 调解案子 公平公正 于情于理都能让人信服 2011年 上寨村三祖村民李建学 在为本村村民建房中 博慎从三楼坠下受伤 当日送往洛阳东方医院治疗 一个月后 李建学出院回家疗养 然而没多久就发现 尾部皮肤溃烂 随后李建学又先后在 2011年和2013年 两次入院治疗 但最终 还是造成了李建学 陈旧性脊椎突胃合并解贪 陈旧性足骨骨折 有数据当中我说 你们这是只要占理 理有理 左边天眼目的村民 然之说 然之书记 走外说 你这是有理 从这各个方面 有数据也下去 确实是调解 兵公执法 兵公执法官 确实是调解 但是调解是啥 要不够得 也不够人 万无一字内 患者家属认为 洛阳东方医院 对患者诊疗行为 存在过错 曾多次与医院协商赔偿事宜 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随后患者家属多次围堵医院 看到这种情况后 由清理一方面建议患者走法律程序 另一方面 深入到患者的家里 为他们解决家里的困难 2015年6月 洛阳市西工区人民法院 作出判决 被告洛阳东方医院 赔偿原告李建学 各项损失 共计40多万元 2016年8月6日 家住洛阳市伊川县苗月齐的家人 早早的站在家门口 迎接一位特殊的客人 这位特殊的客人 就是洛阳市政法委副书记 洛阳宗志办主任 由清理 苗月齐家里有五口人 十几年前 她和丈夫原本都是弟弟道道的农民 后来她是能干的丈夫 为了改善家庭生活 在老家办了一个养牛厂 随着经济条件的逐渐改善 苗月齐的丈夫 就有了扩大规模的想法 这本来是件好事 然而没有想到的是 好事却变成一家人的噩梦 养牛来自这儿 挖了一个徐草池 准备盛草来 他去当下边 还有一个人 他没下去 所以我拿下边给他 打定一些 结果不想发生了 当时他在夏天 我这个小乐子 小名叫管管 跟管管跑到那边了以后 拿到腔都倒塌下去 事故发生后 苗月齐的小儿子当场死亡 伤势严重的丈夫 被送往伊川人民医院救治 在医院没有及时抢救 和医护人员陪同的情况下 苗月齐的丈夫离他们而去 最后苗月齐越想越不是滋味 就这样在悲痛中 苗月齐通过电话 联系上来有轻力 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了 把这个事情给他处理好了 把这个苗月齐的事情处理好 我又给他医院呢 又给他终止招救了 还要坚强的面对 是吧 而且把希望要更好的推荐他们 现在比以前可能要更加用心 好吗 好吧 我这个时候我一定得 我一定得带去医院和医院 不要不要不要 好好好 我帮着他带去他爸爸 好好好对对对 那你靠我自己的力量 我才能打几个天啊 那现在就是第一个了 是吧 我们要把这个这个矛盾 砍查化解的功能真正抓好 让我们继承各个方面呢 都能有更多的人呢 来关注矛盾 砍查矛盾化解矛盾 是不是啊 让我们各级组织 把这个矛盾化解组织都健全起来 洛阳市医疗纠纷调节处置中心 化牌成立于2012年10月30日 作为专业调除重大医患纠纷的机构 医调中心内设办公室 调解室 专家咨询室等 人民法院公安机关 分别向中心派出了巡回法庭和警务室 既实现了人民调解 司法调解的有效对接 也增强了中心处置医疗纠纷的能力 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 平均年龄将近60岁 都是从领导岗位退下来的老同志 有着丰富的工作经验 和积极认真的态度 处置医疗纠纷时 能够准确把握执法的尺度 辨清清理法的边界 医患纠纷随时都有可能发生 洛阳市医疗纠纷调解处置中心 实行24小时值班制度 中心调解员分为三个办案组 受理案件 现场处置 均责任盗人 重大事件 由洛阳市政法委副书记尤清理亲自带队 第一时间赶赴现场 协调案发地 宗志维稳公安等部门 及时履行职责 保障了工作 有序高效开展 为了化解矛盾 维护稳定 无论多辛苦 多劳累 尤清理总是无怨无悔 即使这样 他还觉得自己做得不够 在他看来 这些都是治标之举 要想治本 还要从唤醒市民的道德良知 营造和谐的社会环境上下功夫 比如让邻里之间融洽相处 互相帮助 和睦相处 这就是由清理长期探索的一个课题 于是社区百家宴这个创意就出现了 老旧小区 物业居民矛盾深重 就是好多都百家宴 遗失盗窃 社区治安危机重重 原来是垃圾堆啊 都堆得乱七八糟 自行车 那就不用说是丢得多好 我们有里面其他都会丢啊 小区面貌能否发生变化 和谐春风满洛阳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每年洛阳市建西区二十号街坊通用小区的一百六十多户居民 都会在日历上标注上一个特别的日子 这一天就是通用小区的百家宴 2016年的百家宴定在了九月二十二日 虽然已经提前准备了不少材料 可姚水仙阿姨还是觉得少了点什么 于是她叫上小区里的两位麻阿姨 又匆匆忙忙去了趟超市 像这样 几个邻居有说有笑相约去买菜 对现如今城市里的人来说 就像是电视剧里才会出现的画面 因为在大多数人的生活状态里 基本上是鸡犬相闻 老死不想往来的状态 甚至连邻居是谁都不知道 就算无意撞上了 能躲开视线就躲 能回避就回避 门一关都是各自的世界 与任何人都不会产生交集和联系 而对二十号街坊的居民来说 见面笑脸相迎 约着买个菜聊会天 是最普通不过的日常 通用小区的百家宴 已经是第六年举行 每年一次 一百六十多户居民一家准备一两道菜 端到院子里大家一起吃 这样隆重的每年一聚 早已经成为了小区居民 盼望了一整年的节日 不用费劲的动员 不用大声的吆喝 百家宴这一天 只要推开任何一户人家的大门 看到的都是这样喜气洋洋 热火朝天准备的场景 准备了几道菜啊 我煮了六个菜 这是个来的辣子鸡 这是蚝油双菇 这是那个剁椒鱼 把这个百家宴都当成我们这个是小区的节日 比春天还都能弄 春天还没弄都能出来 这一块百家宴我们大家都出来了 哎呀你家没盐了 赶紧去你家弄点 这是鸡精 没有讲一次 你家盐了你盐的咸菜 肉炒菜了吗 没盐了吗 给你家的盐弄一点 你你之间都可和睦 早就都是常事 这个勺子慢慢叫粉丝上 少叫点一会少叫点 少叫一圈 借根葱借把言 如此情景 对八年后记者来说 是小时候才会出现的画面 而在2016年的通用小区里 这样的借语还 赠语和给语 依然是一种常态 这充分说明了小区居民 平日里关系的融洽和亲密 在瑶水仙阿姨家里 有一本菜谱 里面郑重地记录了 这六年来 她为百家宴做的菜 2016年9月22日这一天 她又让女儿 添上了2016年的新菜谱 对于孩子们来说 百家宴就是好多人 一起吃顿饭 对于小区居民来说 百家宴是把大家的心 敞开的一个起点 从2010年第一届百家宴开始 从端着自家做的菜 走出家门 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那一刻起 邻居不再是楼上楼下 隔着间里的陌生人 不说别的 原来我们见她们 我们都没说过话 对 那她都不认识了 都不认识了 就是以前就住在这十几年了 都不怎么说话吗 对啊 那都不说话 也不认识 去出门也不理 现在关你 现在关你都可好 做我们中午的 她妈妈半夜了 她半夜过大天 我都半夜都下去 那要放完别人 肯定不会下去 我们都是大堆一家人 我都觉得 不管那个里面 都是吃饭又是跑里可快 因为我们现在 这个社会缺什么呀 缺的就是 人和人的感情沟通和交流 能有一个小区的话 能把群众在这样 其乐融融的 像一个大街亭一样 我觉得这是我们 现在是最珍贵的 其实之前这个 共有五栋七层居民楼的 通用小区 可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那时的小区无人管理 邻里之间矛盾严重 自行车甚至小汽车丢掉 大家都见怪不怪 连小区的大门和监控设备 都有人敢拆掉 当废品去买 大家都想搬离这个是非窝 这个现象引起了到 基层调研的 油清力的关注 在它的协调下 原先被居民弃走的物业公司 又被请回了小区 这个小区以前是很乱的 因为它是几个企业 组成的小区 2010年冬天 回归后的物业公司 为小区建设支援了经费 通用小区 用上了暖气 这让居民非常感动 双方开始和睦相处 为了拉近邻里间的感情和距离 他们决定举办一次百家宴 2016年百家宴举办的一个月前 小区的居民又开始 为百家宴谋划 这一次也不例外 油清力主动找到了居民 商量百家宴的举办事项 这个之前秩序好了 是不是啊 人和人啊 感情越来越紧密啊 对 这段不好 去年呢 百家宴我来给李老师啊 我们有一个诺言 就是今天还要诺 同时呢 我们今天要提前要策划 我们小区的一次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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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那个 小匹啊 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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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小区的 都很激动 对啊 都很激动 那既然很激动了 把他们呢 不是上来跳跳跳跳 还能不能再深入一步 啊 深入一步了 当的支持是离不开的 没有当的支持 我们才确实把 那么我们政府呢 要善于发现了 群众这些闪光点 善于发现了 能带我们社会呢 有正能量的引导作用 是吧 所以我们要积极地 要把它组织好 要扶持好 政府事实扶持 持续关注百家宴 如今很难想象 2009年以前的20号街坊 曾经是许多居民心里的噩梦 几年前就是 张乱查 原来是垃圾堆啊 都堆得乱七八糟 自行车 那就是不如说 丢得多好 光我来的 就电动车 车都丢都有啊 我们要留 其他都会丢啊 就是 好多都搬出去 为了能改变这种局面 居民自发成立了热心人协会 几十个年纪 从40岁到70多岁 不等的热心人 凭着热心肠 为改变小区面貌 开始了无偿服务 绑负 就是你家里什么困难 本人可以直接料到他 你说我家里今年没有工作 或者我子女多 却都看不出来 找到他 我们通过热情 给你带着孩子 因为你手上没人照顾 提前接过来 我们就看着家 这都是义务 都不要钱 我们有这个志愿 你有这个消息 你要让人打架 准备你 那你要大家的付出 最疲劲是 我能感动老百姓的 就是实在这里做事 你不能碰 老百姓关你 谁家有困难 大家一起大把手 还有一年一度的百家业 这些都在悄悄改变着 居民们的心态和关系 你必须让他先尝到甜度 他就相信你这个任性神 能为他办事 能为他办事 他就信任你 他就会帮 和你在一块干 还付出你 就解决了几件问题了 大家知道你真心 是为大家办事 所以现在大家见面 都大招呼 大家一悬下来都下来 脚一动 一帮着人就来了 会不会 麻烦我给你点点耍子 点点工具 就延续我们这个 小区的精神 大家都做好事 做善事 另外你做的好事 捡个盐吧 我也在选择 我们的表演 形成一种 整个东西 给你奉上 大家都这样做 所以说 大家说 你保证我 我保证你 才有今天的客气 之前是事不关己 高高挂起 关起门过日子 渐渐的居民们 有了主人心态 小区的面貌 也自然而然的 发生了变化 20号街坊 也从之前的噩梦小区 变成了零纠纷 零案发 零上访 人人羡慕的明小区 老家那儿呢 那房子快下来 他们你回不过去 这么好 我回去干 你有什么事 都跑前跑 心里也可高兴 你就是 就一天 和三天开水 我觉得也可痛 老百姓的 通过不一样帮助 解决了家庭的事 另外他这个人的关系 要注意的话 你到单位工作 一提同工小区 他很有底气 还有一句话叫 远期不如近平 那如果我们这一个小区 什么在的地方 我有困难你帮助 他有困难他帮助 就是这个自己来 向善的这一方面 积极地要喷发 要奉献 我们要深入这个环境里面 那是非常威信的 所有的变化 我觉得不如这一点 这就是我们追求和向往的 也是我们政府应该加以 这个扶持 总结 推广大 千金买宅 万金买林 社区有良好的人际关系 人们在感受 温馨生活的同时 向善的本性 就会自然流露 心里有解不开的疙瘩 有人排解 有了难处 有一双双 温暖的手伸过来 生活在这样的小区 那真是一种福分 这样的小区里的百家宴 一定也格外香甜 全员出动 一年一度百家宴 家和万四星 欢居一堂 家家户户齐欢言 和谐春风满洛阳 小区大事正在播出 晚上六点 二十号街坊的居民们 陆续端出了自家的拿手菜 这些是他们酝酿了 一整年的心意 推杯换斩间 聊着这一年来 各家发生的大事小情 心与心似乎又更近了一步 每个日子最受欢迎的仪式光了呀 那个香菇腮肉 香菇腮肉 吃完了 香菇腮肉 你还可以做的 明年在做吧 好 明年在做你来吃好吧 好 都愿意来参加 孩子老人 集体嘛 大家比较融合一点 气氛比较好 好的呀 好的 就像一家人一样 这家有困难 你只要说出来 你还没 你只要说出来 都会伸一把手来帮你 其他小区的人羡慕不羡慕 当然羡慕了 他们嫉妒 房子卖吗 最新的嫉妒 你来这买房子 我们听说咱们这个小区的房价 房子虽然就是老小区的 房子一二十年了 但是这个房价 通房都挺高的 是真的吗 对对对 比别的小区都高 都高 要高多少 25%左右 25% 为什么会高这么多呀 因为我们这个小区好啊 什么羡慕呀 对对 嫉妒呀 对对 这是 真的 这就是亲情 这就是家和万事兴 评选出的优秀热心人 好邻居 好婆婆等典型 受到了表彰 赶来捧场的戏曲名家 亮起了绝火 居民们也各展所长 尽情地展示着才艺 夜已深 曲中人散时 记者注意到一个细节 并没有人组织 小区居民 却像吃完饭 收拾自己家一样 整理住以板凳 清理垃圾 一切都是那样 自然而有序地进行着 菜香酒浓 人和墓的现场氛围 也感染着特意前来取经的 其他小区负责人 觉得只有这个 亲临到了现场 才能真切地感受到 咱们通用小区 这个居民之间 包括居民与社区之间 与物业之间 这种浓浓的亲情 相互守望 这种浓浓的亲情 回去我们也要推广 这个百家宴 这种姓氏 通过这种姓氏来 是林里之间 更和谐 更亲密 好像是一家人的感觉 然后社区更和谐 我们通过这个举措 想什么呢 想把这个 叫他们来现场 感受这个氛围 感受这个老百姓 发自内心的这种 人人关爱社会 人人关爱你我 这种氛围 然后通过这个 他们的现场的感受 回去带动更多的小区 是吧 更多的小区 都这样子 不一定是百家宴 这个有百家宴 那个有百家戏 那个有百家舞蹈 等等的这些 把这个蔚然成风的话 如果说在我们洛阳的话 能有很多像这样的小区 群众的方式这样 自发的出来 人人先关心爱心 那我说洛阳 不仅是一个文明孤独 那将是一个和谐 美丽平安的孤独了 在游进力的努力下 不仅建西区小区的百家宴 得到了延续 在西宫区的石油路社区 和黎明社区 也成功举办了各自的百家宴 这一模式 不仅优化了小区的环境 而且还创造了和谐的小区氛围 更是达到了平安小区的目标 2016年4月 在中央政法委 联合人民网等全国百家网站 举办的政法英模展播中 游青历程为全国政法系统 获得表彰的四位英模之一 当地老百姓说 只要是洛阳人都会给游青历点赞 老百姓的和谐生活 离不开游青历的付出 老百姓的幸福之花 离不开游青历这样好干部的灌溉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小区大事 我是琪琪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妻子的绝望控诉 能否换来丈夫的回归 丈夫的诅咒发誓 能否赢得妻子的原谅 一段缺爱的婚姻 还能否坚持到底 缺爱的婚姻 小区大事下周播出